這個定理我們要證明 小1自然指數 小1自然指數分數 小1的x次方為分 它是它自己本身 證明其實很容易 這個我們直接 就先令y 讓它等於小1的x次方 接下來我們就把 兩邊同時 取對數 取對數 取了對數之後 我們可以把這個x 搬到前面來 所以L1y 它就等於x 乘上Ln小1 這個次方x 可以搬到對數的前面去 因為Ln小1 剛好就是1 12341 所以這邊就剩下x而已 接下來我們就 採用 implicit differentiation 隱含數的微分法 我們等號兩邊同時 微分 等號左邊對Ln微分 等號右邊 我們把它對x微分 所以微分以後 這個Lnu微分就是 u分之1du 所以Lny微分 它就是y分之1dy 那麼x微分剩下1 所以你移向一下 這個dy呢 它就是y 那y是什麼呢 y就是小1的x次方 所以我們最後呢 再把這個y換掉 所以 y就是小1的x次方 那因此我們就得到呢 這個小1的x次方 微分以後 哈斯塔 哈斯塔自己本身 哈斯塔自己本身 那這個證明呢 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這個定理呢 其實蘊含一個很 很重要的結果 就是說呢 這個很像是 微積分的中心 因為所有的函數呢 微分都變了 只有這個小1的x次方 微分它是不改變的 所以整個微積分的體系 都繞著這個打轉 那這個同學 以後有興趣 有機會的話呢 可以再繼續研究一下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看第二個 第二個證明呢 其實是差不多的 就是說呢 一般的指數 微分以後呢 A的x次方 微分它是 A的x次方 乘內 那這個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我們也是令Y 讓它等於呢 這個A的x次方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等到兩邊呢 同時給它取對數 那兩邊同時給它取對數 那取了對數以後呢 這個x呢 一樣把它搬到前面去 所以它就變成x呢 乘以LNA 乘以LNA 好那 然後呢 我們就等它兩邊呢 同時呢 下去呢 做微分 那做微分的時候 同學這個 以前很多同學呢 都認為呢 這邊是要使用乘法的微分 乘法率下去 微分這個x 乘以Nature log A 那這個觀念呢 其實不正確 為什麼 因為這樣太麻煩 那麼 因為這個LNA 是一個常數 所以呢 你在微分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 x的係數 x的係數 那因此等號左邊呢 微分呢 它就變成y分之一dy 好 y分之一dy 那等號右邊呢 這個係數微分 好 同學這個5x 你給它微分的時候 好 譬如說5x平方微分 或者說呢 這個x平方乘以5 其實呢 它微分呢 就是5直接超下來 然後呢 x平方微分變2x 好 那因此呢 以這邊來說的話呢 我們x微分剩下1嘛 那乘上這個係數呢 就是LNA 其實這個係數 其實這個係數直接超下來 它這個dx s微分呢 剩下1 剩下1 那因此呢 我們就得到呢 最後答案 就是這個dy 它就是呢 把這個y移過去 它就是y乘上LNA 把y乘以LNA 那最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y換掉 y就是這個ax次方 所以y就是A的x次方 那因此呢 A的x次方微分 它就是A的x次方 再乘以Nature of A 再乘以Nature of A 好那這兩個公式呢 就證明結束 所以我現在也不試過 啊 好了 好 好